打宫颈癌疫苗需要检查什么?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高庆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妇产科主人医师 现在我们宫颈癌的疫苗 已经在国内得到了批准应用 这个就非常好的进行了一级预防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措施 在进行宫颈癌疫苗的注射之前 其实没有必要进行HPV的检测 为什么呢? 因为不可能一个病人 把所有HPV病毒感染的分型都感染上 宫颈癌疫苗它分为很多型 二架、四架还有九架宫颈癌疫苗 那么它主要是进行了HPV16分型和18 主要是这两个分型 进行宫颈癌疫苗注射之前 只要避开我们的感染 有全身的感染的时候不能进行注射 或者是我们在生理期不要注射 一般来说没有其他的注意事项 宫颈癌疫苗一般它也是减毒的 所以我们一般提倡进行注射以后 半年以后我们再进行妊娠 本身注射这个HPV疫苗的时候呢 需要进行半年的一个周期 它有三针 所以加下来是半年 一般来说我们建议就是 从开始注射疫苗以后的一年之后 再进行妊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